大卡车翻覆在美国麻州一条公路旁 后方的车子减速停下避免撞上 其他路段也有许多车子在半路抛锚 有一部小客车几乎是整个轮胎陷在雪堆 驾驶只能够等待援助 美国气象局指出 不止麻州大雪纷飞 新海部下周降雪量也超过60公分